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飞翔为您带来的首套的歌风味在一起加强版的实况对战解说 最长比赛要EP的广东白毛 vs.30的愤怒哥 这愤怒哥是好久未见,甚是想念 两边三主力一BO5 我有反面两个普通头好凶,落地重拳点乱动 前两次都是普通头突然一波重拳压制 确实很,怎么说,很难猜 愤怒哥这手红帆糟了撞 不然,红玩这种角色呢,上不上下不下的 对吧,你说强吗,未准有多强 你说弱吗,倒是不弱 但是面对主流强角呢,确实没有什么回首之力啊 来,这一手延迟克里斯 下轻较漂亮,利用对手的兽机将直前冲地头 起身的正力则被罗伊毕躲开以后 新加弯反而是强开BC反压一波 跳中拳打正落地 OK,半月闪 哇,这一手克里斯,凶多吉少,我只能想啊 尽量省在AP正力则 走 暗黑大舍地 一字解 下车推倒地,还剩一 哇,行行行 这愤怒哥 从他的一举一动就看得出来啊 丝毫不慌,真的 没别的,就是心壮大 无他,违心壮大,是吧 OK,这是猴子裸爆BC 摸中就是一个超杀啊,让你心里有数 克里斯板边压制的话,要掂量掂量 一头过来小跳压制 但是克里斯直接后跳拉开距离 不给进攻,不给正力则 克里斯这个角色本来就不好打防守 没有什么赌招 对吧,被逼急了,也是一点PC没有 只能去等对手失误啊 你像这种角色就特别怕猴子了 下行拳划铲,单点PC大蛇 时间裸,你要干什么 战术性裸杀 这猴子要前跳的就真被裸中了啊 可以可以,愤怒哥调皮了 来看K49 这愤怒哥这三个角色还是蛮有自己的特色的 OK,张龙颖 哦,或者说大乱动了 踩一脚,起身 又继续则中断 这猴子,或者说已经猜到猴子想飞开了啊 确实机动性很足 看一下,白毛这边的灵魂角色真机 要怎么说叫广东白毛呢 有的观众就会问我了 为什么白毛不就白毛前面加个广东两个字呢 首先啊,这主播就叫广东白毛 对吧,而且你直接就白毛的话 有一种感觉,不尊重的感觉 所以说还是加上吧 这样的话比较正实 全心拳 白毛小,一丝血 坏的,这真漆好像打不掉K49啊 怪不得用K49手底呢 天老爷,各种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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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单点AB取消反而背头 这八神怎么讲 撕血 小特重拳连跳进攻 哇 这手前行叫 自额中重拳直接接隐藏 凝聚的凤凰角 白猫这边非常果断啊 也不跟你玩花里胡哨 你这八神绝对是定时炸弹 对吧 先给你直接焦熄火了 来看一下研究克里斯 克里斯上一局发挥确实不错啊 他说这个角色 哇 原地水智高跳 又秀隐藏 这周错失位对色对手的中断 一丝血的克里斯也是无理回天了 花茶 OK OKOK 这都行 行 OK 这愤怒哥 这没办法啊 运气不错 对手刚好半月斩没有打中 而且 别说没破防的 连摸都没摸到自己啊 身位不够 这一局白毛呢 选择猴子手底 针对对手的K49 确实啊 真心没法打 好 战四弟 铁山靠 来看一下一回合 看一下愤怒哥 这种K49 嗯 C头 还有小对手 对手前跳 嗯 但这个队位 确实看一下 七扎射能换多少血吧 只能通过下中水 或者战CD预毒了 还能不能料到对手 嗯 无法CD反击 确实太难受了 哇 你看这 真心 整个一个肉桩子啊 木桩子 就像人质一样啊 我说这个质呢 不是被绑回绑的 那个人质的质啊 懂吧 就是 没有脚没有手 嘿嘿 没有拳脚 这个意思啊 这个形容可能比较夸张了 但确实 效果差不多 反编啥也做不了 太难受了 猴子高跳重拳 逆向一个C头 怎么想 坏了 这K49 面对到自己的克星 嘿嘿 就怕对手比你还灵活 对吧 哦 站中腿大乱动 但K49的爆发是很高的哟 一个地头皆无攻守 也是能跟的 所以说白毛 还受小心 不能掉以轻心啊 有 龙匠产生厚厚厚厚厚厚厚 这K49还在找节奏 哇 这个生龙没了 也确实没脾气了 这弹墙大跳 可惜了 这个生龙要早一点出呢 其实也没用 对吧 你要早一点出的话 就弹飞了 这个超杀也接不上 顶多是一个生龙 然后直接前前压制 但也未准能压得出来 而且很有可能被凹 确实自己的血量太少了 可能性也特别低啊 来看一下这种金家帆吧 反变压制 小白鹤 想攻头吗 但是出不去 好的 刚说完 什么意思兄弟 这感觉最近有点啊 效果有点明显了 带走 离谱离谱离谱 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什么情况 来看一下白毛 这手真七啊 真七 欲进还修 本来想压制对手的 怎么拉后了呢 很奇怪啊 小条星角对空 清拳封位 扣他重启 对空 可以 哎 这小白鹤 前小条片下盘 但是下星角两点 远清拳没跟上 还行 没有出生龙 没有被时间秒了 还行啊 爆摔掉到 可以 小白鹤也是尽力了 来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愤怒哥的 炎之克里斯 小特压制 哦呦 板边切防 躲一臂出板 花闪低尸位 躲开了对手 跳心拳的突压地判定 直接确凡一波 这波插盒打得完美啊 完美的对策 真七残险能否 就一波隐藏 直接裸吧 不裸没机会了 来不来 走一个 哎 可惜了 看一下愤怒哥 这手炎之克里斯 能打几个啊 对手最后一个猴子 下重队被跳地带入 直接落爆BC猴子 野心很大 担心等一下开BC15 索性直接开了啊 落爆BC摸中就超杀 克里斯也很懂 哎 连跳进攻 哦 大小CD直接抢出板了 哇 这成龙 哦呦 还沾中了 再裸爆BC 啊 这克里斯表示 你抱你的 我打我的 对吧 你抱气 又不是霸体 我照送你 小拆不通头 拉开身位 划铲单点 哇 这克里斯的游击战 哇 真是完美啊 兄弟们 这猴子 男士 哇 就是划铲 我一个划铲 是吧 老虎都不怕 我怕你猴子 一分一比二 来看 OK 来看 下一回合 看这局怎么说 可怕金家帆 对小百合 对博逆向带入 哦 这下想转 金家帆以为是逆向 好前 请叫则中 直接就隐藏了 也不是有什么高难度BC的 反正一头带不走 又则中 好的 好事成则 带走 来看下一回合 哦呦 这白毛这金家帆 真有说法 很少有在第一回合 能赢下白毛的 这个金家帆的时候啊 哎 跳青拳没确认 没关系 后大跳青拳 对色对手 前AB 直接择一波中断 落地 隐藏 跟上还剩一丝血 克里斯要不要去一波隐藏 好像没有这个打算 高特助手 逆向 直接收掉 这波小木牙 真帅呀 下B下A 划铲 下A生龙 来看一下白毛这边 真希 真希打 克里斯怎么打呀 嗯 金拳骚扰 就是下金拳 这是真希在板中 或者说进攻的时候 最舒服的一点 好战CD 取球爆砖 有点秀 花式花火 摸特 战CD带走 还行啊 还可以接受了 来看一下愤怒哥 最后一个K49 能否稳住啊 真希能否证明自己啊 真就打不过嘛 虽然 确实被克的有点惨啊 但是对吧 你要想想自己 这么多年努没努力 对吧 自己的伤害超杀 自己的超杀伤害涨没涨 为什么就打不过 开玩笑 OK OK 行行行 看一下 K49 各种厚厚衔衔 抵判责重 Kakidomo 来看一下 下一回合 看一下白毛 这边的猴子 这确实没办法 事实证明 有些人 你命中注定 他就是克里 对吧 就是没办法 来 这猴子倒是比K49 灵活 但很难去近身博弈啊 这K49 有半米之内吧 全是他的火力风所需啊 除非你找到 持续压制的节奏 不然你愣掉 肯定要被揍的 金钱骚扰 这白毛好像找到手感了 半血已过 这愤怒哥想压制 也压不成啊 下中腿倒地 这波要撂倒了吗 哎呦 并没有 嗯猴子 下中拳 想开PC前小跳 坏了 这手雀反 呃没办法 但都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愤怒哥 稳啊